欢迎大家来到新青年历史 下面是一段1934年的维满洲国军驱赶土匪的历史影像 利用现在的AI修复技术进行了彩色还原 维满洲国军是我国现代史上出现的第一支伪军 是末代皇帝溥仪的维满洲国这个傀儡政权的军队 实质上是受关东军支配的 1945年日军投降后 15万人的维满军绝大多数加入了国军 下面我们就一起来看一看 这支伪军真实的样子 现在第一人演技有退学的模样 俄军预备组计军前进 放 放 放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好了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放 第二炮 预备 放 放 放 别放 好好 第二炮 预备 放 第二炮 第一炮 领备 领备 背景 这个空过了 再过了 过了 过了 啊 回家 overall 下半褲都放 下半褲都放 来了 结果先放,还马骨骚击 快速过来 快速过来 去呀,快速过来 快速过来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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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ук顾身 快速过来 luggage 快速过来 走 那是一把 放下槍吧 看看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